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月2日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今后的权力结构将有可能效仿伊朗 国家可能会推选出总统或总理作为最高行政长官 但塔利班领导人阿宏扎达的地位将如同伊朗的哈梅内伊 以国家最高领袖的身份凌驾于总统或总理之上 而据法新社喀布尔3日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最早要到本周六 也就是9月4日宣布组建新政府 阿富汗塔利班的新政权正在紧锣密鼓的组建当中 但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东北部的潘杰西尔省 仍然被控制在反塔利班力量手中 据中东媒体2号报道称 双方日前关于潘杰西尔问题的谈判 由于分歧严重以失败告终 另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报道称 塔利班与民族抵抗阵线已在潘杰西尔发生交火 双方互有伤亡 近段时间以来 阿富汗塔利班曾多次向中国释放友好信息 德美2号援引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的话为题 报道称 塔利班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 重建阿富汗经济 与此同时该发言人还说 中国也是阿富汗走向全球市场的通行政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2号同阿富汗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副主任哈纳菲通电话 哈纳菲表示中国是阿富汗值得信赖的朋友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合作有利于阿富汗和本地区发展繁荣 阿富汗希望继续积极支持和参与 事实上在美国等西方势力仓皇从阿富汗撤离后 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阿富汗 20年间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 而2021年阿富汗的总人口约为3637万人 比例之高令人瞠目 联合国难民署8月27号发出警告 今年底前可能有多达100万阿富汗人逃离家园 该机构呼吁阿富汗所有邻国 向那些寻求逃离危机的难民保持边界开放 而罪魁祸首美国却在难民接收问题上不断设置门槛 不仅强调在阿富汗难民到达美国前将经过严格审查 还要求其他国家接收这些难民 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美国 想把那些因为曾替美军工作而逃离的阿富汗难民 应塞给中亚国家 拉夫罗夫指出 美国说这些阿富汗人去中亚国家只是暂时的 因为美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给这些人办签证 而这完全就是借口 在如何安置难民问题上 欧盟各国分歧严重互相指责 不过各国却一致同意 应该将阿富汗难民留在阿富汗邻国 为此欧盟将出钱将难民挡在门外 英国政府便宣布提供3000万英镑 以协助阿富汗周边邻国收容阿富汗难民 此前英国表示将接收约2万名阿富汗难民 预计第一年将有5000名阿富汗人抵达英国 阿富汗人抵达英国